這隻都六至七倍之間 包括有順利是徐勝、唐果精英、帝王英、桂蝦王 李寶正先生達到自由點是相當之快 心中有運,是不慢的 中間上周來見到高峰外面還有唐果精英、大岳蘭、桂蝦王 然後領先者,外面還有哲學家 中間上周來還有豪華本色 然後是嘉世,嘉世拍著外面還有好運贏家 中間還有帝王英,外面是千禧之光 尾以為之日,中天在曬尾順利取勝 距離頭馬約毛是九個馬位 剛剛走到對面直路,前面方向自由 放了頭一條頸之先,領先高峰守著第二 過兩馬位之後第三外面那隻豪華本色 中間就是領先者,心中有運 過兩馬位之後就是唐果精英、好運贏家 中間就是帝王英 再過兩馬位之後就是嘉世,嘉世外面是桂蝦王 一個馬位之後就是哲學家 之後就是千禧之光,尾以為之日 中天在曬尾順利取勝,距離頭馬約毛是九個馬位 差不多預備再轉,銀溪彎 前面放頭依然是自由了方 出頭半個馬位先領先,高峰依然守著第二 第三個蓋上來那隻豪華本色,然後領先者,心中有運 一個馬位之後才看到好運贏家 中間就是帝王英 然後站一站過來馬位之後 直路加外面,唐果精開始移動 然後順利取勝開始上 還有那隻貴蝦王,然後就是千禧之光 然後才是嘉世,日中天,距離頭馬超過十個馬位 好運贏家 好運贏家 在內蘭等到的位置 攝影師 好運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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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攝上來 自由料這裏免領先者 因為孫迪斯 外面順利取勝,今天不理後上也只是一條直路打上來 好運贏家是節省了位 一攝 已拍著自由料和領先者,外面上來取勝 現在才能偵測 結果 好運贏家跑第一 領先者跑第二 跑第三名應該順利取勝 也有後追馬追得到上來,但贏馬的也不是等到直到尾才上來追的馬匹 內蘭,見到好運贏家,偉大走位都是刁鑽一點 每隻馬性能不同,笑著贏的就要中段在外擋上 這隻好運贏家,在內蘭捐都可以 領先者要跑回第二 戶心是很強的,那時經常都是 甚麼重磅都肯追,甚麼重磅都肯追 我經常都計這隻馬,80分以下之前 其實他經常都很穩陣進場 現在76分 看看外面那些,沒有了 甚麼糖果精英,桂蝦王那些 外國外府,全部都 千里之閣追回一點 這場就是你在後面那些馬就有一點追客 每一場馬其實都是很講那個形勢 跑馬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這個糖果精英 今天再看到他在泥地上 其實他的走勢不是很爽的 雖然說上季那一場,我們解的那條片 說他高速快 他是沒有了一條欄 或者是要他沿途迫著他走 這個馬是回不了的 他是一步一步的馬 但是我們再前是說 想著這場馬 給他不是很多搶頭馬 最多是自由了 是一隻 誰知道原來多到這麼多 連這隻蠔合本色都搶了 沒辦法,每個人都想有好處 好,一見到今天離放 勇呀,去前面 心中有運,看過這場 就確認了這隻馬來地 行了,行了 是可以的 不過暫時那個馬的氣量 又不是說… 尷尬 一來他又好像問問水 千里之間追不到 千里之間可能比較理想 但是千里之間要爆草地呢 桂科王爆尾 好啦,截止